早孙提前广东渡过一栋子 新八市健康偷老中心的阿公阿嬷 和山客国小友情行的小朋友 作为在里面唱歌跳舞 还有生主要台 报告到七桃蜜 让中价上去过去快乐的会议 也让小朋友体验到老大人 适合时尽的友谊 29号里山客国小在里面 健康偷老中心的阿公阿嬷 和山客国小友情行的小朋友 唱歌跳舞 上风会让当时充满漏漏 祖孙子会提早度过难忘的日董祭 主要台套圈圈 上古代的七桃蜜 让中备满满的回应 小朋友也能提醒 中价小时候漏漏漏漏漏 小朋友马上阿公阿嬷 秋泽的伴侣 让中价感到很温暖 他很乖啊 他跟我的孙子玩啊 我们孙子都喜欢他 有时候去跟他玩 我就带我们来我们家玩一玩 那今天就是来跟他们一起过儿童节 对对对过儿童节 祝他儿童节快乐 跳圈圈还有弹珠台 你们刚刚有表演什么 跳舞 那有没有很开心 有 香港还行当后 夜景清宗小朋友 以再来到头老关怀中价 让中价对这前的小朋友都伴不记得 他们家这次就你都在这之前 再度安排做孙季民 在家的活动是终于繁烦路的气氛 小朋友也欢迎丰烦 也到中价给他 所以这次儿童节 脱老中心这边就主动跟我们联系 说希望呢 爷爷奶奶想来陪孩子们过儿童节 那除了有活动之外 他們也準備禮物 我們孩子也準備禮物 要跟爺爺奶奶交換禮物 平常我們就有跟雙溪幼兒園的 婦幼的小朋友互動 因為前戲我們天下圍攻的 各位那個長官還有老師 還有我們志工 希望說來看看小朋友 來送送小朋友禮物 因為平常我們就是跟小朋友 就是非常有互動 尤其是在兒童節的前戲 我們也祝天下的兒童 我們大家都能夠快樂、平安、健康 健身陶老中心的老師羅敏真說 平常是陶老中心的中間 都會跟雙溪的小朋友來活動 他們處在兒童節之前 阿公阿嬤也會特別來看這頂小朋友 跟他們做會跳舞、做會算七頭蜜 阿公阿嬤也會特別準備禮物 給小朋友 第一次度過一個特別更文心的兒童節 記者傳譯為翔客報道